兽灵箱清洁队早年设置的时候 没有遮雨棚让车辆能够停放 清洁车常年日晒雨林 车辆使用年限不长加上厂商维修 为了延长寿命 兽灵箱公所编列预算增加遮雨棚 让车辆停放 大大改善了使用清洁车的寿命 后年线兽灵箱清洁队设置在 兽灵箱陶骨格部落里 由于早起新建的时候 并没有遮雨棚来为清洁队车辆来放置休息 由于长年日晒雨林 车辆也是常常进行维修 增加了成本上的支出 为了延续清洁车的臭命 公署也编列预算来增设正义棚 来改善清洁队的作品环境 那我看到我们新建相公所清洁队整个环境 我们有做彻底的整个检讨 那我发现我们的车子寿命都很短 原因就是因为我们的车子 每天就是日晒雨林就放在阳光下 晚上下雨就是放在就在下雨天 天就让它淋雨 所以从去年开始 我们就一直针对环境的整个改善 做一个检讨 那我们已经陆续了 我们的车辆都有这一棚 有地方可以停放 那我们这次做了五六座的车辆停放处 那我们也做了针对轮胎 以及废瓶子的整个储存停放处 我们也做了这样的一个遮雨棚 那我们希望是说让我们整个环境能够更好之外 最重要就是我们的机具都能够妥善的来做一个管养 那当然在这里我还是要特别谢谢我们华林县政府 这几年对于我们协助轻硬车辆 因为我们报废年龄都到了 那陆续我们华林县政府都有补助我们针对车辆的补助之外 还有针对机具跟整个防护的一些物品 都给我们很大的一个帮忙 在这里也感谢 也更感谢这次我们因为疫情 我们的整个清洁队非常的辛苦 从确诊到现在不停的一直还在部落做清销的工作 我想疫情工作是大家要一起来共同努力 我相信疫情我们一定会战胜疫情 希望下场我们各位在监视科长吴尚荣和清洁队长张伟敏的陪同之下 来说明真实的设施以及周边环境的改善 希望透过这次的规划营造清洁队成为最友善的环境 让清洁队工作能够更加的顺利 记得很欢迎收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